好,那我們要上課了 我們把第二個範例介紹完 昨天我們介紹了PV-NRT用物理的角度來介紹 然後最後我們就做了一個範例一 雖然有點趕,那時候下課 但是老師有錄影 然後今天上另外一個班也有再講一次範例一 第176頁的範例一 所以如果你昨天聽不太清楚 你可以去看錄影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要看範例二了 範例二說呢,它有一個鋼瓶 這個鋼瓶它有裝一個洩氣閥 那這個洩氣閥的功用呢 題目說啊就是在鋼瓶如果壓力太大 那這個洩氣閥的功用呢 它可能会有危险 以前老师在台北研究室里面 有放很多气体的钢瓶 氢气的 氦气的 氦气的 然后那个钢瓶都是几百个大气压 里面都装很多的气体 外面的大气压是一大气压 然后它都要用铁链 钢瓶很重 然后它都要用铁链框起来 框在墙壁旁边 为什么要这样 是因为怕地震的时候倒下来 怕地震的时候倒下来 它的头被敲破的话 钢瓶里面的那个气压 几百个大气压 比外面大几百倍 它这样喷出去的时候 整个钢瓶又很重 它会变成飞弹 听说会直接把墙穿破 所以 它就装一个泄气阀 如果太危险了 压力太大了 就要泄气一下 那这个钢瓶的泄气法 它是说 让这个压力呢 不会大于 十二大气压 让压力不会大于十二大气压 一开始它是十大气压 一开始它说它是十大气压 而且呢也是十公升的一个钢瓶 然后这时候它是 它是几度?三百度? 三百克尔文 然后 它说接下来它把它加热了 我拿去晒太阳 加热了以后 最后它变成了十二大气压 最后变成十二大气压 然后还是十公升 因为钢瓶它没有膨胀 它本身的容量还是这么多 它热胀冷缩很微量 它不会像那个气球 这些的膨胀很多 它是固体 钢瓶是固体 它固体的热膨胀本来就很弱 它气体的热膨胀才会很明显 那这时候已经到了四百K 那想必它气体膨胀 有一些已经大过这个十公升 有一些已经泄出去了 被这个泄气法泄出去 那它题目就要求泄出去多少 求泄出或是排出排出多少 那这个很简单 就直接赚用PV.NRT去算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 把PV.NRT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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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开始的状态是十大气压 然后一开始的体积是十公升 然后等于一开始的莫尔数乘上气体常数R乘上300 OK 然后 后来 晒完太阳 压力变十二 下气压 它体积这个整个容量还是没有变 才是十 十公升 那你再说 你再说 那你再说 你更不想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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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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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就直接把PV等NRT列出來 那一开始的是10ATM乘雨10公升 等于NR一开始的温度300K 晒完太阳以后是12ATM乘雨10公升 然后NR后来的温度 那我们要的就是排出多少 就是后来和原来相减 后来和原来相减 那其实原来会比较多 原来应该比较多 因为受热以后它膨胀 膨胀然后泄气泄出去 所以原来应该是比较多一点 那原来多一点的话 我们用原来的来减掉后来的好了 所以原来的是 原来的末稳数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300和R除到左边 变成100 10乘以10是100 然后去除上300R 那单位是ATM乘雨公升 所以除以K这样子 然后同样的后来的末稳数呢 也是一样就只要把400R除过去 所以这里是120除以400R 这两个相减就是答案 所以这两个相减 这两个相减的话 就会是先不要管单位好了 就会是三分之一 减去四十分之十二 可以同除以四 四十分之十二同除以四 那就是十分之三 所以三分之一减掉 十分之三 然后不要忘记它们分母 还有一个R 那这里算一算就是三十 然后十减九 所以是三十分之一 再去乘以R分之一 那这个R呢 当你是使用ATM 使用公升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们熟悉的化学里面的R 那就用0.082 如果像昨天说的 如果你是帕斯卡 然后立方公尺 那你这里就要用多少 就要用另外一个数字 那你自己想想看要用多少 如果这里是帕斯卡 然后立方公尺的话 这里就不是0.082 所以总之呢 今天是0.082 所以它相当于是 三十乘以0.082 然后分之一啊 那这个呢 十下去 十乘进来变0.82 然后乘以三 所以它是 8三24 然后236 所以是2.46 分之一 本来变0.082 0.82是因为这个0 不见了 然后变0.82 那0.82乘以3 大概是2.4 2.46 所以答案会是这个 好,我们来算一下 好,10除以2.46 会是3或是4 逆吗 或是4 6、4、24 6、4、24 4、4、16 18、24、8、9 9、8、4 然后剪掉以后变16 然后这边在 这要怎么算 应该还要再加一个0 好,那这样的话会是 不到8 286 27、14、47、28 大约是6 66、36 3、46、24、27 26、12、14 所以 大概是0.406 所以大约是0.41 所以答案是B 后面的那个数学 不是重点 重点是前面的这个 那各位看看 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回应一下好不好 好 请不吝点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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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终于要进入四之二了 四之二比四之一难了 但是它也是一个特别的章节 它是从模型到推理 然后最后推出结果 一个你不太需要背的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推理 那对于喜欢推理的同学来说 应该会是一个有趣的章节 那么它会需要用到PV.NRT 那所以才会在四之一的时候 先复习一下化学科学过的PV.NRT 然后我们会强调说 这个是由实验来的 就是波伊尔的实验 给李萨克的实验 查尔斯 查理的实验 还有亚佛加绝假说 然后去推出这样一个事 它是从实验来的 那接下来呢 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人曾想要用牛顿的力学呢 来解释 来解释 这个PV.NRT 就是说 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例子发展的 例子观点的 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 因为从道尔吞呢 他发现 他不是发现 他用原子说 来叙述化学反应 然后觉得这样叙述不错 那可以用来比较精准 比较简化的描述一些化学反应的过程 然后 亚佛加绝提出这个 亚佛加绝假说 说那个同温同压同体积的各种气体 粒子数都一样 那它其实就是接受了 道尔吞的那种原子说 才会把气体看成是粒子 然后气体之间的反应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什么 氢 氢 氢气和氯气变成氯化氢 就是盐酸的氯化氢 氢气和氯气这种反应呢 你可以用那个 H2 加Cl2 然后变成2HCl 这样子这种一颗一颗的方式去描述它的化学反应 可是这个都是在 已经建立在 道尔吞的原子论的那种想象底下 就是我们把化学反应想象成分子 原子之间在结合 可是各位会不会怀疑 就是我们要有批判的精神 从小到大老师都说 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所组成的 可是你要怎么去证实它呢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 你是会去质疑的人 那你会不会质疑说 我又没有亲眼看到 那个桌子还是黑板是有粒子 原子分子组成的 那虽然你说用化学反应 你用这样的这种描述方式 好像很简单 可以解释化学反应 可是说不定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啊 就没有人真的看到 或说有更多的证据 可以支持说原子粒子 这些物质真的是有最小粒子的 那所以回到这里 曾经就有人想说 那我能不能用牛顿的力学呢 来描述这一个方程式 来解释 解释这些现象 这些压力啊 温度的现象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牛顿力学 它是基于指点的 它是一个点 它如果有受力啊 然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有加速度什么 我能不能把它用 那种牛顿力学的方式 然后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压力 然后为什么会有温度 这样子 如果我可以成功的解释 那就是提供一个新的证据说 物质真的是由粒子所组成 这样 所以我们4之2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要用理论 而不是实验 我们要用理论去推理 为什么会有压力 它的温度这样 它为什么不用去推理体积 体积你不用推理啊 体积就是你去量东西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就量到它的体积 所以这个V是不用推理的 V不用推理 然后莫尔数 莫尔数也没有什么好推理的 它就是数量 它就是数量 那剩下的就是 莫尔数就代表多少 多或少这样 那剩下的你可以去推理的 就是P和P啊 如果我可以找出 以后 它又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今天会一直断 很奇怪 如果你可以用牛顿力学来找出温度和压力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成功提供一个新的证据 也许粒子真的是组成万物的最小单元 那所以呢目标就是用牛顿的力学来解释温度和压力 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理想气质 我先把黑板擦一擦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这些地方 那我们先擦掉 等一下就可以不用等它干 因为等一下涨到这边它就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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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打 订阅 试试打 订阅 试试 试试 什么是理想的气体呢 就是气体它理想的样子 气体它最理想的样子 怎么样可以越像一个气体 就比如说各位觉得气体它的特性是什么 各位可以自己回 在讯息栏回应一下 有什么样的特性你会觉得它是一种气体 气体它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然后我们把那个特质发扬光大 让它极端化 那就是理想的气体 各位觉得气体有什么样的性质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称呼为气体 体积小 那个体积是指什么体积呢 那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想法 什么样的性质可以叫做气体啊 质量很轻 质量很轻 让我想一想 对 通常质量轻的好像比较容易会是气体 会自由移动 随着容器而改变体积 不错哦 如果你要随着容器而改变体积的话 你应该就是那个粒子 它就可以自由移动 这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啊 就是蔡红玉说可以自由移动 粒子可以自由移动 那这样的话它既然可以自由移动 那它就会去符合那个容器的体积啊 对不对 粒子间隔大 这也没有错啊 这也没有错很好 对那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 一个说法 说什么猫是一种液体 突然想到 就是把那个猫放在杯子里面 还是那个橱柜的缝啊 它可以从那橱柜的缝这样流出来 可是把那个猫啊 放到洗脸盆里面 它就会 就会塞满那个洗脸盆 那像刚刚同学说会随着容器 而改变形状 可是液体也可以啊 那请问液体和气体 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别吗 液体和气体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异 液体和气体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异 因为刚刚陈俊宇做得很好 他说会随着容器而改变体积 会随着那个 它会充满整个容器啊 它会充满整个容器 所以会随着容器而改变体积 这个是气体的特性嘛 那液体 液体也可以改变形状 可是它好像不会 它好像不会因为你的容器变大 它就充满整个空间嘛 对不对 你的水桶变大 水不会变得跟水桶一样大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箱子 还是说 还是说昨天说的那个针筒 针筒你给它拉开 里面的气体就扩张了 它不会说还留在那个原地 两种气体可以均匀混合 那两种液体也可以啊 两种液体也可以啊 就是液体和气体 刚刚同学有说不可压缩 液体是不可压缩 但是气体可以 所以言下之意是不是说 他们 反正他们的粒子应该要距离很远吧 对不对 这样他们之间才会有空间啊 才会有空间可以靠近啊 远离啊 这两个粒子啊 它如果是一体就在邻居 他们是邻居 他们不太能再靠近或远 可是我是气体 它就远离 然后它可以稍微靠近一点 然后再远离一点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讨论太久了 那 第一个就是 粒子间距离极远 粒子间距远大于 彼此的体积 粒子的体积啊 那意思是说你可以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忽略它的体积 我们忽略这个 分子的体积 粒子的体积 我们讲的不是容器的体积哦 是粒子的体积哦 粒子的体积我们让它趋近于底 那跟容器比起来 跟容器比起来 粒子的体积很小 那这样的话 粒子之间就可以距离很远 那它们就可以压缩 或是破章 那言下之意就是 它容器很大 然后粒子很小 所以就是很稀薄 很稀薄 那么很稀薄呢 可以用温度和压力来达成 那个 各位觉得啊 压力越高会越稀薄 还是压力越低会越稀薄 压力越高会越稀薄 还是压力越低 可以越稀薄 非常好 所以 意思就是低 低压 尽量让它的压力很低啊 它就会是靠离很远 你如果压力很大 它就离很近 你再加压 它受力就变异体 那 如果不是用压力来达成稀薄 用温度来达成的话 请问越高温越稀薄 还是越低温越稀薄 我现在问第二题 我为了不要混合 我问一下第二题 请问 如果你是用温度来 让它达到稀薄的话 这里有一团气体 然后你让它加热 它会变得比较稀薄 还是你给它降温 它会变得比较稀薄 各位想象一下 我想象一下 你给它降温 它是会变得更怎样 然后你给它加温 它会变得更怎样 是不是你降温它会慢慢的缩起来吗 有点像热胀的缩 那你如果加温 它就会慢慢的膨胀 所以应该是加温 加温才会越来越稀薄 所以对于一个气体而言 它怎么样算是一个很充值的气体呢 就是它怎么样把气体的特性 发扬光大呢 就是低压高温 越低压它就越像一个气体 那越高温它就越像一个气体 然后我们也忽略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就是不要让它说 它们之间会粘在一起 它变成一体 我们不要考虑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二个是 粒子间 除了弹性碰撞之外 就是我们还是让它有碰撞 但是除了弹性碰撞以外 没有别的作用力了 没有其他的弹性碰撞 没有其他的弹性碰撞 但是除了弹性碰撞 就是我们还要看 没有其他的弹性碰撞 但是我们还要看 没有其他的弹性碰撞 沒有其他的交互作用 那言下之意就是沒有胃能 沒有胃能 因為我們曾經 我們好像沒有講過 就是水啊 水它要變成這個 水它要變成氣態 它其實是要 把兩個黏在一起的水拔開 那你這個拔開的過程 就有點像你要把彈簧拉開 那其實是要 要提供它胃能這樣子 然後它才可以分離 那它們之間有那種 輕箭啊 然後什麼凡德瓦利啊 之類的作用力 但是我們現在都忽略這些 我們就當作它是 樹樹樹樹樹 然後很會飛 然後離隔很遠的一些粒子 它就只有撞嗨撞嗨 它們不會撞在一起黏一下 黏一下然後再分開不會 所以沒有其他的交互作用 我們都會從簡化啦 就是我們物語喜歡 畫繁 以簡欲繁 畫繁為簡 所以我們先用簡化的模型 然後再慢慢的加入 所以 言下之意就是沒有胃能 只有動 那最後一個性質 是它的運動 這些高速飛來飛去的例子呢 它的運動是各同向性 各相同性 我每次都唸錯 各相同性 這個相指的是方向 就是說呢 它今天想要往X方向飛 可是我可以把X換成Y 或是換成Z 這是隨便的 它要往前飛 往後飛 往左飛 往右飛 往上飛 的機率是一樣 它不會特別它想要 它特別想要喜歡往上 或特別喜歡往下 或特別喜歡往左 特別喜歡往右 沒有 它就是四面八方亂飛 然後往哪一個方向飛 不一定 可是 它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邊 這樣叫做各相同性 有了這幾個假設以後 這一團氣體 它就可以當一個很秤直的氣體了 那就成為理想氣體 好 那麼 時間好像不太夠了 可是我們還是 就慢慢的推理 推理不完的話 就下禮拜再繼續了 好 首先呢 我們把壓力的來源 看成是粒子的碰撞 我們今天要用牛頓力學 來描述壓力了 在這個容器裡面有好多個粒子 然後它飛來飛去的 飛來飛去的 然後其中一個粒子 然後其中一個粒子 它剛剛撞牆 然後反彈 這個是一個容器 然後 裡面有氣體在那邊飛 那我們把壓力看成是 氣體去對牆壁撞下去的一個濕力 壓力其實是 氣體撞下去之後對牆壁濕力 然後牆壁就感覺到 壓力很大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一片牆呢 放大來看 那就是 這一片牆它被粒子 撞下去 把這個粒子這樣撞過來 然後反彈 那它會對牆有一個濕力 它會對牆有一個濕力 那這個濕力呢 我們先看X方向就好了 我們可以把它的速度拆分 這個箭頭是它的速度 但是我們先把它分為X項 VX 那我們挑出這一顆呢 我們叫它一號 就是有很多顆啦 但是我們挑出一顆 然後叫它一號 所以這個是一號的X 一號的速度 一號的速度叫V1 然後它的X分量 然後它撞過去以後 因為是彈性碰撞 那牆壁沒有動 因為牆壁很重嘛 那它就像排球這樣 短油回去的話 它速度不會變 速度不會變 就還是大小還是V方向有改變 那這個X方向的速度呢 就變成-X方向 那我們只選它的大小啦 好就這樣子 那這裡要回憶 不需要用到兩個前面講 過的東西 第一個是 回憶E 力 就是動量的變化 除以時間 然後動量的變化 又可以看成是質量 乘上速度的變化 這個有沒有印象 我們需要回憶這個 才可以繼續下去喔 如果有印象請回憶有印象 如果沒印象就說沒印象 還是介於有和沒有意見 所以啊 對於這一顆 一號例子而言 一號 它所受的 一號它的動量變化 它的動量變化 一號的動量變化的大小啊 是不是就是用 它的質量叫做M 是不是就是兩倍的 就是 我們家絕對 我們先以向右 向左為正 向右為正 向右為正 向右為正的話 後來的動量 後來的動量是 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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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V1 X 負N 乘上V1 X 我先不要加絕對值啦 先不要加 等下再加 一號的動量變化 是負N E X 就是這個 然後呢 減去 N V1 X 一開始它還沒有撞進去的時候 它的 X方向是動量 是這樣 那我怎麼不用算Y的 因為Y的動量沒有變 它被撞是這樣 這個向左 它撞強是受到向左的力啊 它並沒有受到向上向下的力啊 所以向上向下的動量沒有變 所以 有變的只有X 所以 一號的動量變化 就是只有算X就好 如果你要算Y的話 Y的速度分量一直都是向上的 一直都是向上的 所以這個VY 不用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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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一號的動量變化呢 就是負的兩倍 And V1 F 那 墻壁 或者我們會稱為 容器的氣壁 氣壁的動量變化 就會是它的動量變化的相反 就會是 2N V1 X 然後 氣壁的受力 就會是 2N 就會是 2N V1 X 它會除上時間啊 這樣 這個時間是 就是 它 碰下去 回來的 那個 接觸時間 接觸時間 可是 這個接觸時間 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實際上 測到的壓力啊 不是短時間測到的 我們 一下測下去 它其實已經撞了好幾千次了 所以它並 因為氣體很多啊 氣體很多 它這樣撞 然後一直撞下去 一直撞一直撞 你就測到壓力 它並不是只有撞一下 所以這個接觸時間 不是我們要的 那剩下的我們就下禮拜再說了 好 所以 剩下的下禮拜再說 那 還沒有留言 在留言 訊息區的 趕快留言 那就可以下課了 那就可以下課了 再說 那些電腦 下課 到